他就像一架老掉牙的留声机 没完没了地重复播放 磨穿了的唱片 圣凯瑟林别墅 就是他 租下了圣凯瑟林别墅 六个几年一周 那时候芬德逊夫人在埃及 死在那儿了 可怜的灵魂哪 房子就被拍卖了 谁买走了呢 埃尔沃西一家 没错 一帮女人都是姐妹 就给改了名字了 说圣凯瑟林别墅 是个罗马天主教的名字 他们对一切跟罗马天主教 有关的东西都特别抵触 老实发传单 全是些无趣的女人 对那帮黑鬼感兴趣 给他们发裤子和圣经 教化异教徒的信念 特别强烈 他突然叹了一口气 重重地倒回椅子里 太久以前的事 他烦躁地说 我记不清名字了 从印度来的小伙子 可爱的小伙子 我累了 格拉蒂斯 我想喝茶了 加尔斯和格温达 对他道了谢 又对他的女儿也道了谢 然后离开了 所以 这一点已经证实了 格温达说 我的父亲和我 以前在山腰别墅住过 下一步 咱们做点什么 我真是个白痴 加尔斯说 萨默塞特事务所呀 萨默塞特事务所 是什么地方 格温达问 是登记办公室 在那儿 可以查到婚姻记录 我马上去查 你父亲的婚姻记录 你姨妈说 你父亲一到英国 立即就跟他的 第二个妻子结了婚 你没明白吗 格温达 咱们早该想到的 如果说 海伦是你继母的亲戚 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说不定 是她妹妹 无论如何 只要咱们查到了 她姓什么 兴许就能找到 对山腰别墅的 总体情况 了解得比较清楚的人 记得吗 那个老头说 他们想在 迪尔茅斯 找一幢 离哈利迪夫人的 亲人近一点的房子 如果说 她的亲人 就住在这附近 咱们就有线索了 加尔斯 格温达说 我觉得你太了不起了 三 最后 加尔斯发现 没必要去伦敦了 她天生精力旺盛 总是冲到这儿 又跑到那儿 试图每件事 都亲力亲为 不过 她也得承认 这么一件 纯公式的查询 完全可以 托别人去办 她给自己的办公室 打了个长途电话 到手了 收到期待已久的回信 她兴奋地 嚷了起来 她从信封里 取出了一份 结婚证书的 证明副本 在这儿 格温达 星期五 八月七日 肯辛顿登记处 凯尔文 詹姆斯 哈利迪 与海伦 石鹏洛夫 肯尼迪结婚 格温达 立声尖叫 海伦 他们俩面面相去 加尔斯 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 可是 不可能是她呀 我是说 他们离婚了 她又再婚了 而且离开这儿了 我们不知道 格温达说 她是不是真的走了 她又看了一眼 那写得明明白白的 手写体姓名 海伦 石鹏洛夫 肯尼迪 海伦 第七章 肯尼迪一声 一 几天以后 格温达 顶着凛冽的风 走在滨海大道上 突然 她在一个玻璃顶棚旁边 停住了脚步 那是一家 体贴周到的公司 为访客准备的 马普尔小姐 她诧异地叫了一声 的确是马普尔小姐 她裹着一件 厚毛泥外套 头巾包得 严严实实 发现 我在这儿 很惊讶吧 马普尔小姐 愉快地说 我的医生 嘱咐我 去海边 换换环境 你对 迪尔茅斯的描述 又太吸引人了 所以 我就决定 到这儿来了 尤其是我一个朋友的 厨娘跟管家 还在这边 开了家庭旅馆 可你怎么不来 看我们呢 格温达问 老年人 可是容易讨人闲的呀 亲爱的 新婚小夫妻 就该享受 二人世界才对 她对格温达的抗议 抱以微笑 我相信 你们会让我 宾至如归的 你们俩挺好的吧 你们的秘密调查 进展如何 我们抓住了一条线索 格温达说着 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她把他们目前 进行的各种调查 仔仔细细地 跟马普尔小姐说了 现在 最后 她说 我们在很多很多报纸上 都登了广告 地方报纸 泰晤士报 还有其他大型日报 我们只是说 关于海伦 施鹏洛夫 哈利迪 娘家姓肯尼迪 如果有人了解 任何情况 请联系某人什么的 我可以认为 我们肯定能得到 一些回音的 不是吗 我觉得可以 亲爱的 是啊 我也觉得可以 马普尔小姐的声音 一如既往地平静自若 但她的眼中 已经有了困扰的神色 她飞快地打量了一下 坐在身边的女孩 女孩的声音 貌似坚定不移 但实则 听起来有些发虚 马普尔小姐觉得 格温达似乎很焦虑 海多克医生听说的 这件事背后意味着的那些事 也许已经在她身上 出路端倪了 是的 然而 现在回头 已经太晚了 马普尔小姐 柔声表达着歉意 我对这一切 真是太感兴趣了 你知道 我的生活中 极少有刺激的事发生 所以 我想请你 多跟我说说 你们的进展 希望你 不会嫌我 太问东问西了 当然 我们会让你知道的 格温达热情地说 你可以参与每一件事 嘿 要不是你 我准得让医生 把我关到丰人院里去 告诉我 你在这儿的地址吧 以后 你可得过来喝一杯 我是说 跟我们喝喝茶 看看我们的房子 你得到犯罪现场来看看 是不是 她大笑起来 笑声中 却藏着隐隐的紧张不安 格温达离开以后 马普尔小姐皱起了眉头 极为轻微地摇了摇头 加尔斯和格温达 每天都迫不及待地 查看信件 一开始 希望落空了 他们只收到了两封信 都是私家侦探发来的 声称自己有意愿 且有能力 为他们承担调查工作 先不用看这些 加尔斯说 要是咱们 非得委托私家侦探去查 也得找一流的公司才行 不能用这种 发邮件招揽客员的 不过 我真不觉得 有什么他们能做到的事 是咱们自己做不到的 几天之后 她的乐观 也许是自满 就被证明了 并非盲目自大 有一封信寄到了 信上是那种 字迹清晰 但稍难辨认的手写体 可见 写信者 是一位职业人士 高尔斯山别墅 伍德雷波尔顿 亲爱的先生 为你在泰晤士报上 刊登的广告 做一答复 海伦施彭洛夫肯尼迪 是我的妹妹 我与她失去联系多年 非常希望得知她的近况 你忠实的 詹姆斯肯尼迪 医学博士 伍德雷波尔顿 贾尔斯说 不是很远 伍德雷营地 是大家常去野餐的地方 一直延伸到高爪地那边 离这儿大概有三十英里 咱们给她写信问问吧 看是要咱们登门拜访 还是她愿意来找咱们 肯尼迪医生答复说 她准备在下星期三接待他们 到了那天 贾尔斯和格温达动身了 伍德雷波尔顿 是一座村庄 散步在山的一侧 高尔斯山别墅 建在隆起的山巅上 是最高处的房子 可以俯视伍德雷营地 和延伸至大海的旷野 这地方真冷呀 格温达说着 打了个寒颤 房子里很冷 显然 肯尼迪医生 对于中央公囊 这类现代新事物 持排斥态度 来开门的女人 肤色有黑 面容冷峻 她带着他们 穿过空荡荡的大厅 步入书房 肯尼迪医生 就在这里接待他们 书房呈长条状 条高也相当高 陈列着一列一列 堆得满满的书架 肯尼迪医生 是一位灰头发的老人 眉毛浓烈 眼神锐利 她那锐利的目光 打量了一下贾尔斯 又打量了一下格温达 李德先生和夫人吗 坐这里 李德夫人 这把椅子 应该是最舒服的 现在 说说吧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贾尔斯 流利地讲起了 他们预先商量好的故事 她和她妻子 是最近在新西兰节的婚 后来到了英国 她的妻子童年时 曾在这里小住过 现在 她想找找家族的老朋友 和老熟人 肯尼迪医生的态度 僵硬冷漠 她维持着表面的礼貌 但很明显 从殖民地来的人 非要跟她攀什么 莫名其妙的亲戚关系 可让她颇为恼怒 所以你认为 我妹妹 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可能还包括我自己 是你们的熟人 她这么问格温达 虽然彬彬有礼 但略带敌意 她是我的继母 格温达说 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当然 我对她没什么 特别深的印象了 那时候我太小了 我娘家 姓哈利迪 她盯着她看 然后一抹微笑 点亮了她的面容 她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 一点也不冷漠了 天哪 她说 别跟我说 你是格温尼 格温达急切地点头 她的小名 已经淡忘了许久 此刻重新在耳边响起 让人感觉既安心又亲切 是啊 她说 我是格温尼 上帝保佑 你都长大成家了 时光飞逝 这得有 怎么着 十五年 不对 当然 还要久得多了 你可不记得我了吧 我猜 格温达摇了摇头 连我父亲都记不得了 我是说 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 当然 哈利迪的第一任妻子是新西兰人 我记得 她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个不错的国家 我觉得是 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国家 不过 我也非常喜欢英国 你们是过来旅游 还是定居 她边说 便按响了灵 咱们一定得喝杯茶 那个高个子女人进来以后 她说 请端茶过来 还有 热黄油吐司 或者 或者蛋糕 别的也行 一本正经的女管家 虽然看起来有点刻薄 不过 她说了声是先生 便出去了 我平时不爱喝茶 可尼迪医生 含含糊糊地说 不过 我得为你们接风 你太客气了 格温达说 不用麻烦了 我们来这儿 不是为了旅游 我们已经买好了房子 她顿了顿 补充道 山摇别墅 可尼迪医生的声音 还是很含糊 哦 是啊 在迪尔茅斯 你们的信 就是从那边寄来的 这真是最不可思议的巧合 格温达说 格温达说 不是吗 加尔斯 是可以这么说 加尔斯说 的确相当出人意料 你看 当时那幢房子正在出售 格温达说道 见格温达医生 面上露出不知所云的表情 她补充了一句 就是很久以前 我住过的房子 格温达医生 皱起了眉头 山摇别墅 可是 确实 哦 对了 我听说 他们给改过名字 以前是叫圣什么的 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 在利汉普顿路的右手边 往南走 可以进城 没错 那就是了 真有意思 名字就是容易忘 等等 圣凯瑟林别墅 他以前的名字 就是这个 我确实在那里住过 是吗 格温达说 是的 你当然住过 他看着格温达 笑了 你为什么要回到那里去 你对那里 并没有太多记忆了 是吧 是啊 可不知怎么的 就觉得他是家 觉得他是家 医生重复了一遍 他说话时 欲气平静 但贾尔斯偏偏觉得 他是想到了什么 所以你看 格温达说 我希望你能把一切都告诉我 关于我父亲和海伦的事 以及 他说得犹犹豫豫的 以及每一件事 他看着他 思虑重重 我猜 他们之间并不怎么熟悉 在新西兰的时候 他们没理由会特别熟悉吧 哦 其实也没太多可说的 海伦 我妹妹 从印度回来的时候 和你父亲坐的是同一艘船 他当时是个带着小女孩的单亲爸爸 海伦 也许是可怜他 也许是爱上了他 而他孤身一人 也许就爱上了他 很难说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俩一到伦敦就结婚了 并且到第二毛寺来找我 我当时在那里行医 凯尔文 哈利迪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但很是焦虑颓唐 不过看起来 他们在一起生活得挺幸福的 在那个时候 他沉默了一会儿 才继续说道 然而 不到一年以后 他就和别人私奔了 你大概知道这件事吧 他是和谁私奔的 格文达问 他用锐利如刀的目光盯住他 他没告诉我 他说他并不信任我 我看到过 无意中看到过 他和凯尔文发生过矛盾 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是那种古板保守的人 我认为夫妻之间必须忠诚 海伦不会希望我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听到过一些传闻 就一个 不过没说到具体人名 经常会有从伦敦或外地来的客人 住在他们家 我想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个人 那么 他们俩没离婚吗 海伦不想离婚 凯尔文跟我说过 所以我猜 也不一定正确 对方可能是个有妇之夫 也许那人的妻子 是个罗马天主教徒 那我父亲呢 他也不想离婚 可尼迪医生的回答 非常简洁 跟我谈谈我父亲吧 格温达问 他怎么就突然决定 要把我送去新西兰呢 可尼迪停顿了一会儿 才回答说 我猜是你母亲在那边的亲人 向他施压了 第二次婚姻破裂之后 也许他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 那他为什么不亲自送我过去呢 可尼迪医生 在壁炉架上看来看去 悬摸着烟斗通调 表情晦暗不明 哎 我也说不上来 他的身体非常不好 他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他是得什么病去世的 门开了 女管家冷着脸走进来 手里托着重重的托盘 上面摆着奶油吐司和果酱 没有蛋糕 可尼迪医生 冲格温达略微做了个手势 是以他倒茶 他照办了 他把茶杯都倒满了 每个人一杯 然后给自己拿了一片奶油吐司 可尼迪医生强打精神 笑着说 跟我说说吧 你的房子装修得怎么样了 我猜我现在肯定都认不出来了 等你们装修完以后 我们对浴室做了点小改动 加尔斯说 格温达盯着医生问 我父亲是得什么病去世的 我确实不知道 亲爱的 我说过 有一段时间 他的身体非常不好 最后住进了一家疗养院 在东海岸 两年以后 他就去世了 那家疗养院具体在哪 对不起 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我说过 我的印象里是在东海岸 这会儿 他明显是在回避什么 加尔斯和格温达对视一言 加尔斯说 最起码先生 你可以告诉我们 他葬在哪里吧 格温达自然是 非常急切地想去扫墓 可尼迪医生 在壁炉前弯着腰 用削笔刀挖着烟斗锅子 你明白吗 他含含糊糊地说 我真的认为 不应该过分沉溺于过去的事 这种祖先祭拜 是个错误 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看看你们俩 年纪轻轻 健健康康的 你们面前有整个世界 多向前看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在某个你们都不太认识的人的 墓前放上一束花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格温达激烈反对 我就是要看看我父亲的墓 那我恐怕就帮不上你的忙了 可尼迪医生说话的语气 轻松而冷淡 时间太长了 我的记忆也不比从前 你父亲离开迪尔茅斯以后 我们就没再联系过 我记得他在疗养院的时候 给我写过一次信 我说过 我有印象那是在东海岸 不过即使是这一点 我也不是十分确定 而且我完全不知道 他葬在什么地方 真奇怪 贾尔斯说 有什么可奇怪的 你要明白 我们之间的纽带只有海伦 我一直特别喜欢海伦 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比我小很多 但我竭尽全力抚养她长大 送她上好学校 给她应有的一切 但无法否认 海伦 嗯 她的性格太不庄重了 她还很年轻的时候 就曾经跟一个不良青年 发生过纠葛 我帮她摆脱了这场麻烦 然后她就决定去印度 跟沃尔特费恩结婚 啊 这桩婚事还行 那孩子不错 她父亲是 迪尔茅斯最好的律师 但说实话 她这个人特别单调乏味 她很爱慕她 可是她一点都看不上她 不过 她改变了主意 去了印度 打算跟她结婚 然而 他们俩再次见面以后 这桩婚事 还是告吹了 她拍电报给我 跟我要回家的路费 我就给她寄了钱 她在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凯尔文 没等我知道 就嫁给了她 我替我妹妹感到 可以说是 愧疚 所以她走了以后 我和凯尔文 就没再维持 这种亲属关系 她突然补充了一句 海伦现在在哪 你们能告诉我吗 我希望能联系上她 我们不知道 葛温达说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哦 看了你们的广告 我想 她看着他们 眼神里突然有了好奇 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要登广告 葛温达说 我们想联系 她住了嘴 联系一个 你几乎不记得的人 可尼迪一声质疑 葛温达赶紧说 我是想 如果我能联系上她 也许她会告诉我 我父亲的事 是的 是的 我明白 抱歉 我帮不上什么忙 记忆力大不如前 而且 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 可至少 贾尔斯说 你知道 那是家什么疗养院吧 结合并疗养院 可尼迪一声 突然又板起了脸 是 是的 我很确定 这么一来 我们的调查 应该就容易得多了 贾尔斯说 非常感谢先生 谢谢你 告诉我们这一切 她站起身来 格温达也跟着站了起来 非常感谢 她说 一定要来山腰别墅看我们 他们走出书房 格温达回头看了一眼 可尼迪一声 站在壁炉架旁边 纠扯着花白的八字湖 面色凝重 她知道些什么 可她不告诉咱们 他们坐进汽车时 格温达说了一句 这里面的是 哦 贾尔斯 我希望 我现在 希望咱们从来没有 开始调查这件事 他们对视一眼 彼此并不知道 各自的脑海里 已经涌起了 同样的恐惧 马普尔小姐是对的 格温达说 我们应该离这些 过去的是远远的 我们没必要 再继续下去了 贾尔斯犹犹豫豫地说 我想 也许 格温达 亲爱的 我们最好停手 格温达摇了摇头 不 贾尔斯 我们现在不能停手 我们应该始终保持 好奇心和想象力 不 就得继续下去 可泥迪医生 不告诉我们 是出于一片好意 可这样的好意 并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必须继续追查 找出真相 即使 即使 我父亲就是 那个 他说不下去了 第八章 凯尔文 哈利迪的幻觉 第二天早上 贾尔斯和格温达 正在花园里 科科尔太太走过来 说 打扰一下先生 有一位 肯尼迪医生 来电话了 格温达留下来 继续和老福斯特商量 怎么不置花园 贾尔斯走进屋里 拿起电话听筒 我是贾尔斯 李德 我是肯尼迪医生 我一直在考虑 我们昨天的谈话 李德先生 有一些情况 我想 也许应该让你和你夫人知道 如果我下午去你家 你们在家吗 当然 我们在 你什么时候过来 三点 我们这边没问题 在花园里 老福斯特跟格温达说 是以前住在 西克利夫的那位 肯尼迪医生吗 我想是他 你认识他吗 他算得上 这里最好的医生了 仅次于拉层比医生 拉层比医生老说笑话 或者哈哈大笑的逗人乐 肯尼迪医生就不行了 他有点乏味 不过他的医术不错 他停止行医 是在什么时候 有挺长时间了 至少有十五年了 他身体不行了 他们都这么说 加尔斯从落地窗那边走过来 格温达还没问 他就回答了他的问题 他下午过来 哦 他再次转过来 问福斯特 你认识肯尼迪医生的妹妹吗 妹妹 不认识 不过我记得这么个人 那时候 他只是个小姑娘 先是出去上学 然后又出了国 我听说 他结婚以后 回来待过一阵子 可是我相信 他是跟别的小伙子私奔了 他性子很野 他们说 我没亲眼见过他 也不认识他 那会儿 我在普里茅斯 工作了一段时间 你知道 走到露台尽头的时候 格温达对加尔斯说 他来干什么 等到三点就知道了 可尼迪医生如期而至 他在客厅里 四处看了看 说 又到这里来了 感觉有点怪 然后 他直奔主题 我想 你们俩已经下定决心了 真的要去调查清楚 凯尔文 哈利迪死在哪家疗养院 了解一切你们能查到的 有关他生病和去世的细节 绝对要查 格温达说 哦 你们要做到这些 其实相当容易 当然 所以 我的结论是 如果是从我这儿了解到实情 你们受到的打击 可能会小一点 很遗憾 我不得不告诉你们 这消息 无论对你们 还是对其他任何人 都没什么好处 而且很可能让你 格温尼 陷入巨大的痛苦 但事实如此 你的父亲得的 不是费结合 你们想问的那家疗养院 是一家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这么说 他精神失常了 格温达的脸色 一下变得惨白 没有确诊 而且我的观点是 如果从这个术语的 公认词义来说 他不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极大的紧张情绪 是他的精神崩溃了 他陷入了某种 惑人的幻觉 出于他自己的愿望 意志和努力 他住进了一家疗养院 当然 只要他愿意 随时都可以离开 然而 他的情况没有改善 最后 死在了那里 惑人的幻觉 加尔斯用疑问的语气 重复了一遍 是哪种幻觉 可尼迪医生冷冷地说 他一直认为 他掐死了自己的妻子 格温达压抑地叫了一声 加尔斯赶紧伸过手来 攥紧了他冰凉的手 加尔斯说 那么 那么 他有没有那么做呢 啊 可尼迪医生盯着他 不 当然没有 这种事情 无庸置疑 可是 可是 你怎么会知道呢 格温达的语气 不怎么肯定 亲爱的孩子 对于这种事情 是绝对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海伦是为了别的男人 离开了他 他有时候情绪很不稳定 做紧张不安的梦 有病态的幻想 而这最后的打击 把他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不是心理学家 对于这类事情 他们有合理的解释 如果一个男人 宁愿他的妻子死去 也不愿意他不忠的话 他就会想办法 让自己相信他是死了 甚至 是他亲手杀了他 加尔斯和格温达 小心翼翼地 对了一下眼色 目光中 充满了警觉 加尔斯平静地说 所以 你非常确定 关于他声称 自己做过的事 他并没有嫌疑 真的做过 嗯 非常确定 海伦给我寄过两封信 第一封 是他在走后一周左右 从法国寄来的 另一封是 大约六个月以后来的 哦 不 这件事纯纯翠翠 完完全全是他的幻觉 格温达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 求你了 他说 你愿意把所有这些事情 都告诉我吗 我会把我知道的每一件事 都告诉你 亲爱的 首先 我要告诉你 有一段时间 凯尔文陷入了一种 相当怪异的 精神异常状态 他为此来找过我 说自己老做 形形色色的怪梦 而这些猫 他说 都是相似的 也都有相同的结局 他掐死海伦 我尝试寻找他 出问题的根源 我想 在幼年时期 他身边肯定 发生过一些冲突 很显然 他的父母在一起 过得并不幸福 哦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除了医生 谁也不会对那些事 感兴趣 其实 我曾经建议凯尔文 去看精神科医生 有那么几位 一流的大夫 可他不听劝 认为那么做 一点用也没有 我认为 他和海伦 在一起的日子 过得并不舒心 可他从来也不说 我也不喜欢多问 整件事情 是这么开始的 一天傍晚 他走进我家 那是一个星期五 我记得 当时我刚从医院回来 就发现 他在诊室里等着我 他已经等了 大概有一刻钟 我一进屋 他就把头抬起来 看着我说 我杀了海伦 那一瞬间 我脑海里一片空白 他看起来是 那么冷静 那么认真 我说 你是说 你又做梦了 他说 这次不是梦 是真的 他横倒在那 被掐死了 是我掐死了他 然后他说 态度既冷静又理智 你最好和我一起回家 这样 你就可以从那边报警了 我那时脑海里 还是一片空白 什么也抓不住 我把车重新开出来 往这里开 房子里悄无声息 一片黑暗 我们上了楼 往卧室走去 格温达打断了他 卧室 他的语气 诧异不已 可你底医生 看起来 有点惊讶 是的 没错 就是那里 当然了 我们过去的时候 屋里什么也没有 床上没有女尸横尘 也没有任何混乱的痕迹 甚至连床单 也是平平整整的 整件事 就是幻觉 可是我父亲怎么说呢 哦 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 当然 他是真的相信 你要明白 我说服他 让我给了他一幅镇静剂 又把他弄到更衣室的床上躺下 然后 我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圈 在客厅的废纸楼里 找到了一个纸团 是海伦留下的字条 上面的字迹很清晰 他写下的内容 差不多是这样的 再见了 我很抱歉 可我们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我走了 跟着我唯一爱过的男人 如果可能的话 原谅我吧 海伦 很明显 凯尔文回到家 看到了他的字条 然后他上了楼 脑海中一片混乱 最后过来跟我说 他杀了海伦 之后 我查问了女仆 当晚他外出了 回来得很晚 我带他进了海伦的房间 他检查了海伦的衣物 事情明摆着 海伦收拾好了一个箱子和一个包 随身带走了 我搜查了整幢房子 可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蛛丝马迹 当然更没有被掐死的女人了 第二天早上 我费尽了唇舌 最后终于让他明白了 这一切只是幻觉 或者 至少他说他明白了 他同意了去疗养院 接受治疗 一周之后 我刚才也说了 我接到了一封海伦寄来的信 信是从法国的比亚里茨寄出的 信上说 他打算去西班牙 让我告诉凯尔文 他不想离婚 让他最好赶紧忘掉他 我把信拿给凯尔文看 他什么也没说 继续按原计划行事 他给他前妻在新西兰的亲戚 发了电报 请他们代为抚养女儿 安排好一切之后 他就住进了一家 不错的私人精神病院 并答应接受适当的治疗 然而 那些治疗对他没有什么效果 两年以后 他就在那里去世了 我可以给你那家疗养院的地址 就在诺福克 现任的院长 那时候就在这家疗养院里工作 那会儿他还是个年轻医生 他很可能会把有关你父亲病情的 所有详情都告诉你 哥温达问 那你妹妹寄来的第二封信呢 之后寄来的那封 哦 对了 那是大概六个月以后 从弗洛伦萨寄来的 地址栏写的是 肯尼迪小姐留局自取 他说他意识到 也许不离婚 对于凯尔文来说很不公平 可他并不想离婚 他说如果他想离婚 就请我转告 让他知道他需要相关证明 我把信拿给凯尔文 他立即说他不想离婚 于是我给他写信说明了情况 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信了 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 所以我才被你们登的广告吸引了 希望能得到他的消息 他轻声补充说 对于这一切 我感到非常遗憾 格温尼 可是你得明白 我只是希望 你可以离这一切远远的 第九章 未知元素 一 贾尔斯送走了肯尼迪医生 回到屋里 他发现格温达还坐在原处 他两颊通红 目光亮得可怕 说话声音沙哑 而又神经质 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要么死亡 要么发疯 就是这个 死亡 或发疯 格温达 亲爱的 贾尔斯走到他身边 用手臂还住他 感到他的身体 又僵又硬 咱们当初怎么就没丢开 不理呢 为什么呢 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掐死了他 我听到的那些话 就是我亲生父亲 说的 难怪这一切都回来了 难怪我怕得这么厉害 那是我的亲生父亲啊 等等 哥温达 等一下 我们并不真的知道 我们当然知道 是他告诉肯尼迪医生 他掐死了自己的妻子 不是吗 可是肯尼迪医生 相当肯定他并没有 那是因为他没发现尸体 但是尸体是存在的 我看见了 你是在前厅看见的 不是在卧室里 那又怎么样呢 哦 挺可疑的 不是吗 他何必要说 他是在卧室里 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呢 如果他其实是在前厅 掐死了他的话 哦 我不知道 那只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我可不那么认为 振作起来吧 亲爱的 这整个事件中 有不少相当有趣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 咱们可以认为 的确是你父亲 掐死了海伦 就在前厅 那么之后呢 他跑到肯尼迪医生那儿去了 然后跟他说 自己已经把老婆 掐死在卧室里了 还把他带回来 可是压根就没有什么尸体 无论是在前厅 还是在卧室 见鬼了 哪儿有杀了人 却没尸体的 他是怎么处置尸体的呢 也许是有尸体的 肯尼迪医生帮他埋了 只不过他肯定不会跟咱们说的 加尔斯摇了摇头 不 格温达 我觉得肯尼迪不会那么做 他是个冷静 精明 从不感情用事的苏格兰人 你的言下之意是 他会愿意成为一个帮凶 让自己担上风险 我可不相信他会那么做 他可能会竭尽所能 帮哈利迪提供证据证明 他精神失常 这个 他会的 可他有什么必要 非拿自己的脑袋冒险去掩盖这件事呢 凯尔文哈利迪跟他毫无关系 连亲密的朋友都算不上 而被杀的可是他的亲妹妹 何况他还很喜爱她 尽管他对于他不检点的生活方式 表现出了老古董事的不满 就算你是他妹妹的孩子 他也不会为了你那么做的 不 肯尼迪不会纵容隐瞒凶暗的行为 即使他那么做了 唯一可能采取的方式 就是故意出具一份死亡证明 证明他死于心脏衰竭之类的毛病 我认为 那样做是可以成功的 但我们明确知道他并没有那样做 因为教区登记部里没有他的死亡记录 何况如果他那么做了 他会告诉咱们他妹妹已经死了 所以就从这里开始解释吧 如果你能解释得清的话 尸体到底去哪了 也许我父亲给埋在什么地方了 在花园里 然后跑到肯尼迪那儿去 说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 为什么 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地说 他是离开了他 格温达把额前的刘海向后拢了拢 他的身体现在已经不怎么僵硬 两颊的潮红也消退了 我不知道 他承认 你这么一说 这事似乎是有点奇怪 你觉得肯尼迪医生说的是实话吗 哦 是的 我很确信这一点 从他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故事 噩梦 幻觉 到最后就主要是幻觉了 他毫不疑心 这事其实不是幻觉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没有尸体就没有凶案 这是我们和他有分歧的地方 我们知道尸体是存在的 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说 从他的角度来看 每一环都衔接得很好 失踪的衣物和手提箱 告别的流言 还有后来他妹妹寄来的两封信 格温达动了一下 那两封信怎么解释呢 没法解释 可我们会弄清楚的 如果肯尼迪说的都是实话 我说过 我非常确信这一点 我们就得搞清楚 那些信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在想 那些信真的出自他妹妹的手笔吗 他认识他的字迹吗 你知道格温达 我相信这不成问题 这可不是那种 签在可疑支票上的签名 即使那些信不是他妹妹写的 只要笔迹模仿的高度相似 他是不会有任何怀疑的 他本就知道他跟别人私奔了 这些信正好让他对此坚信不疑 如果他从此因信全无 嘿 那他就该起疑心了 不过 信上有几处疑点 他可能没有发现 我却发现了 这两封信都是匿名信 这点很奇怪 信上只写了留局自取 没留地址 也没说跟他一起私奔的 那个男是谁 信上的内容很明确地表示 他决心要跟过去的一切 断得干干净净 我得说 这很典型的 就是那种谋杀犯 精心策划出来的信 借以打消受害者家人 可能会生出的疑心 又是克里平的那套 老掉牙的伎俩 要制造出假象 让人相信 信件是从国外寄来的 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你认为我父亲 不 恰恰相反 我认为不会是他 假设一个男人 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除掉他的妻子 他会利用他可能存在的 不忠行为散播谣言 他会一手布置 他离家出走的假象 遗留的字条 打包带走的衣物 还会有他写的信 按照精心谋划的频率 从国外寄来 而事实上 他已经悄然无声地杀了他 把他埋到了 比方说地下室底下 这是谋杀案的模式之一 而且这种模式经常被采用 不过 这种类型的谋杀犯 可绝不会冲到大舅子那里 跟他说 自己把老婆给杀了 问他要不要一起去警察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你父亲 是那种激情杀人者 对妻子因爱成狂 在激烈到扭曲的 极度情绪中掐死了他 就是奥赛罗那种类型 这也解释了 你为什么会听到那句台词 那么 他在匆忙地冲到一个 并不像是个 能保守秘密的男人面前 大肆声张自己的罪行之前 肯定不会冷静细心地 打包衣物 并安排寄信事宜 这不合逻辑 葛文达 这整个模式都不对劲 那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 加尔斯 我也说不好 有一条串起 这一切的主线 似乎存在着 那么一个未知的元素 姑且称为X 目前 有那么一个人还没现身 但他的手段 已经隐约可见 X 哥文达的语气万分惊讶 傻瓜 我刚刚才想到 有一点 把一切都给掩盖住了 你是对的 肯尼迪也没说谎 听着 哥文达 海伦当时正准备 跟他的情人私奔 但那个情人是谁 咱们可不知道 X 加尔斯 极不可耐地打断了 哥文达的插话 他给他丈夫写了字条 可是不巧 他恰好走了进来 看见他写的是什么 一下子就失控了 他团了纸条 扔进废纸篓 然后扑向他 他吓坏了 跑到了前厅 他追上了他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他身子软下来 于是他甩开他 然后在他身旁退后几步 引诵了 马尔菲公爵夫人里的台词 正在此时 楼上的孩子 走到了栏杆处 看到了下面的一切 然后呢 关键在于 他没死 他可能以为他死了 但他不过是半窒息而已 或许是他的情人到了 在癫狂的丈夫出发 去镇子另一头的 医生家以后 又或许是他自己 清醒了过来 不管怎么说 他一醒过来就逃走了 一刻也没多留 这样一来 所有的事情 就都能说得通了 所以凯尔文 才会坚信 自己杀死了海伦 所以那些 白天就收拾好的衣物 才会消失无踪 所以之后的来信 才会看起来如假包换 就是这么回事 所有事情 都说得通了 格文达 语速很慢地说 但这解释不了 凯尔文 为什么会说 他在卧室里 掐死了他 他情绪太激动 没办法记清楚 这一切发生的 确切地点 格文达说 我愿意相信你 我也想去相信 可是我仍然确定 相当确定 我往下看的时候 他是死了 确实死了 但你哪能说得准呢 那时候 你不过个三岁的孩子 他看着他 面色诡异 我可以明白的 比成年人更容易明白 就像狗 他们明白死亡 并且会掉头狂吠 我觉得孩子们 明白死亡 这毫无意义 根本不切实际 前厅的门铃响起 打断了贾尔斯的话 他说 是谁呢 格文达突然醒悟过来 我都给忘了 是马普尔小姐 我邀了她 今天过来喝茶 在她面前 咱们就别讨论这件事了 二 格文达本来担心 喝茶的时候 自己会被瞧出什么端倪来 不过幸好 女主人这副语速过快 精神亢奋 还有点强颜欢笑的样子 马普尔小姐似乎并没有留意到 她自顾自地说个不停 能待在迪尔茅斯 她特别开心 还有 这不令人兴奋吗 她朋友的朋友 给自己在迪尔茅斯的朋友写了信 所以她接到了不少本地住户的热情邀请 能一点也不觉得 自己是个外地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亲爱的 只要她认识一些今年的老住户 比如说 我马上要去跟费恩夫人一起喝茶 她丈夫生前 是本地最好的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 那真是一家老式的家族事务所 现在是她的儿子在经营 念叨着家长里短的轻柔话语 仍在继续 她的女房东为人特别好 让她住得非常舒适 还有真正的美味佳肴 她在我的老朋友班特里夫人家里 做过几年厨娘 她不是英国人 不过她的姨妈在这里住了很多年 她和她丈夫假日时会到这边来 所以她知道不少本地的家长里短 哦 顺便问一句 你对你的花酱还满意吗 我可听说本地人都知道 她老是偷懒 说得多做得少 她就爱喝咸茶聊咸天 加尔斯说 一天得喝五杯茶 不过只要我们盯着 她就干得特别好 咱们去花园里转转吧 格温达说 他们陪她在房子里和花园里逛了逛 马普尔小姐礼貌地点评了几句 格温达本来担心 观察力敏锐的马普尔小姐 会察觉到什么问题 不过她错了 马普尔小姐并没有表现出 任何观察到异常情况的模样 然而 奇怪的是 格温达自己改变了主意 马普尔小姐正在跟他们 讲一桩小孩子和贝壳的趣事 格温达突然打断了她的话 喘了几口粗气 对贾尔斯说 不管了 我要告诉她 马普尔小姐扭过头来 专心听她要说什么 贾尔斯欲言又止 最后她说 唉 你这是自寻烦恼 格温达 于是 格温达把一切对马普尔小姐 和盘拖出 他们如何去拜访肯尼迪医生 他后来又如何回访 还有 他告诉他们的情况 你在伦敦说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吗 格温达 并住呼吸问道 所以说 你认为 我 我父亲 有可能卷进了这桩案子 马普尔小姐 马普尔小姐温和地说 在我看来 的确有这种可能性 是的 海伦 非常可能 是你年轻的继母 受害人 呃 强人致死的案子 通常都跟丈夫脱不了干系 马普尔小姐 马普尔小姐既没有大惊失色 也没有情绪激动 语气 就像是在谈论 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一样 我现在明白 你之前 为什么 极力劝阻 我们调查 这件事了 格温达说 哦 我现在真希望 我们当时 听了你的话 可是 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了 是啊 马普尔小姐说 没办法重新来过 现在 你最好听听 贾尔斯的想法 他一直在提出 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我的想法就是 贾尔斯说 这并不合情理 他把之前 跟格温达说过的观点 又清晰简练地 陈述了一遍 然后 详述了他最终得出的结论 如果你只是想 说服格温达 那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马普尔小姐 把目光 从贾尔斯身上 转向格温达 又转了回来 这是一个 非常合理的假想 他说 但是 正如你自己 所指出的那样 利德先生 那个X 是有可能存在的 X 格温达说 未知元素 马普尔小姐说 我们可以说 是某个 尚未现身的人 不过 他确实存在 通过明显的事实 可以 作此推断 我们打算 到诺福克的 那家疗养院去看看 我父亲 是在那里去世的 格温达说 也许我们能在那里 发现一些线索 第十章 一份病例 一 沿找疗养院 距离海岸六英里 不远不近 恰到好处 在五英里外的 南本汉姆镇 可以乘坐火车 方便地往返伦敦 贾尔斯和格温达 被人领进一间 宽敞明朗的大客厅 里面挂着满是 花朵图案的 布衣装饰 一位满头银发 相貌优雅的老夫人 端着一杯牛奶 走了进来 冲他们点头试以后 在壁炉边坐下来 若有所思的目光 在格温达身上 停留了片刻 然后 他向格温达 轻身靠过去 用几乎只有两个人 能听到的声音 对他耳语 这是你 可怜的孩子吗 亲爱的 格温达吃了一惊 迟疑地说 不 不 不是的 啊 奇怪 老夫人点点头 喝了一小口牛奶 然后继续搭话 十点半 就是那时候 总是十点半 太奇怪了 他压低声音 又向格温达 轻身靠过去 就在壁炉后面 他喘了口气 可别说 是我告诉你的 就在这时 一位穿着白色制服的女仆 走进客厅 请贾尔斯和格温达 跟他走 他们被带到了 彭罗斯医生的书房 医生正站起来迎接他们 格温达忍不住暗自琢磨 这位彭罗斯医生 自己看着 也有点精神不正常 客厅里 那位老夫人看起来 都比他正常多了 不过 也许精神科医生 都有点像精神病患者吧 我看了你的信 还有肯尼迪医生的信 彭罗斯医生说 我已经查阅了 你父亲的病例 李德夫人 当然了 他的病情 我记得非常清楚 不过还是想 重新回忆一下 再回答 你希望知道的 所有细节 据我所知 你是最近才知道 这些事的吧 格温达解释道 他是在新西兰 有母亲的娘家亲戚 抚养长大的 对于父亲 唯一所知的 就是他是在英国 一家疗养院里过世的 彭罗斯医生 点了点头 的确如此 根据病例显示 李德夫人 你父亲的病情 非常特殊 比如说 贾尔斯问 哦 他的妄想 或者说幻觉 非常强 哈利迪少校 明显处于一种 非常紧张不安的状态 却异常坚定地强调 他由于度火中烧 而掐死了自己的 第二任妻子 而在他身上 却没有出现 类似病症的 各种常见症状 我不妨坦率地告诉你 李德夫人 要不是肯尼迪医生 向我保证 哈利迪夫人 的确还活着 当时我就已经准备 相信你父亲的话了 你认为 他真的杀死了 他的妻子吗 贾尔斯问 我说了 那是当时 不久 我就改变了看法 因为我逐渐了解了 哈利迪少校的 性格和品质 李德夫人 你的父亲 绝对不是一个偏执狂 他没有迫害妄想 没有暴力冲动 是一个文雅 友善 自制力良好的人 他既不是一般 所谓的疯子 也不对任何人 构成威胁 可是 对于哈利迪夫人的死因 他却顽固地坚持几件 对于这一点 如果追根究底 我相信我们得回溯很多 乃至 他的某些童年经历 不过 我得承认 所有的分析方法 都无法为我们提供正确的线索 要打消病人对分析的抗拒 有时要花费很长时间 有可能要数年之久 而就你父亲的情况而言 时间根本不够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突然抬起头来 说 我猜想 你大概知道 哈利迪少校 是自杀去世的 哦 不 格温达大叫 对不起 利德夫人 我以为你是知道的 你有权为此而责怪我们 我承认 如果当时我足够警惕 就可能阻止这件事 但坦率地说 我没看出 哈利迪少校 有任何自杀倾向 他没有表现出 忧郁症倾向 没有一个人 坐着不说话 也没有灰心丧气 他抱怨过睡眠不好 于是我的同事 给他开了一定剂量的安眠药 他假装按时吃药 其实是留了起来 直到 他攒够了足够的剂量 之后就 他摊开了双手 他的日子 就过得那么生不如死吗 不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据我判断 这更像是一种 内疚的情节 准确地说 是一种 对于受到惩罚的渴望 你知道 一开始 他坚持要报警 虽然别人劝住了他 告诉他 他的确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他仍然顽固地不肯相信 一而再 再而三地向他证明之后 他才不得不承认 他记不起 自己真正犯下了这个案子 彭罗斯医生 翻着面前的纸页 被问到当天傍晚的情况时 他的陈述始终是一致的 他说 他走进房子 里面一片漆黑 仆人们都不在 他走进餐厅 和往常一样 自己倒了杯酒喝 然后穿过餐厅和客厅之间的门 走进客厅 这之后的事情 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一点也记不起来 直到他站在卧室里 低头看着妻子的尸体 是被掐死的 他知道 这是他干的 加尔斯插了一句 打扰一下 彭罗斯医生 他怎么知道 是他干的呢 在他的意识里 这是毫无疑问的 事发前几个月 他就发现 自己疑神疑鬼 情绪失控 例如 他跟我说 他确信 他的妻子在给他下药 当然 他在印度生活过 那里会有妻子 给丈夫 用曼陀罗类的毒药 让他们精神错乱 地方法院经常接到 此类诉讼案件 他相当频繁地 受到这些幻觉的困扰 分不清时间和地点 他坚决否认 自己怀疑 妻子背叛了他 不过 我仍然相信 这就是一切的动机 看起来 真正发生过的事实是 他走进客厅 看到了妻子 留给他的字条 字条上说 他要离开他 这时 他唯一可以逃离 这个事实的办法 只有杀掉他 于是 幻觉就产生了 你是说 他非常在乎他 葛温达问 很明显呀 李德夫人 那他从来 没意识到 那只是幻觉吗 他不得不承认 那一定是幻觉 但他的内心 始终不曾动摇 妄想的力量太强烈 以至于压垮了理智 如果我们能揭开 他潜藏的 儿童时代的情节 葛温达 打断了他的话 他对儿童时代的情节 毫无兴趣 可是 你说 你非常确信 他 他没干那件事 哦 如果你是在担心 这个的话 李德夫人 那就可以 抛到脑后了 凯尔文哈利迪 纵使对他的妻子 度火中烧 也绝对不是 一个杀人凶手 彭罗斯医生 清了清嗓子 拿起一个破旧的 黑色小本子 如果你想要 李德夫人 你是最适合 保存他的人 这里面 是你父亲在这里 记下的各种笔记 后来 我们把他的遗物 转交给他的 遗嘱执行人 实际上 是一家律师事务所 当时的主管人 麦奎尔医生 把他当作病例的 一部分保留了下来 你父亲的案例 你知道 被用在了 麦奎尔医生的书里 当然 姓名只用了缩写 KH先生 如果你想要 这本日记 格温达激动地伸出手 谢谢 他说 我非常想要 二 格温达坐上火车 返回伦敦 路上 他拿出那个破旧的 黑色小本子 读了起来 他随意翻开一页 凯尔文 哈利迪写道 但愿这些做医生的 都医术高明 听着全是废话 我爱不爱我母亲 我恨不恨我父亲 我一个字也不信 我情不自禁地感到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 刑事法庭 而不是封人院里的那些事 然而 这里的一些人 那么正常 那么理智 就像外面的人一样 除非当你突然冒出了 什么怪念头 很好 嗯 似乎我也有个怪念头 我给詹姆斯写了信 催着他脸落海伦 如果他还活着 就让他亲自过来看我 他说 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是因为 我知道他已经死了 我杀死了他 他是个好人 但他骗不了我 海伦死了 我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怀疑他的呢 很长时间了 我们来到迪尔茅斯以后 不久 他就变了个人 他隐藏着什么 我曾经观察过他 是啊 他也曾经观察过我 他有没有在我的食物里 下过毒 那些可疑的恐怖噩梦 不是普通的梦 活生生的噩梦 我知道 那是因为中了毒 只有他才能做到 为什么 有一个人 某个他害怕的人 实话实说 我怀疑他有个情人 有一个人 我知道有一个人 在船上的时候 他都跟我说了 他爱着一个人 却不能结婚 我们俩都一样 我忘不了梅根 有些时候 小格温尼 看起来多像梅根呢 在船上 海伦和格温尼 玩得那么好 海伦 你是那么可爱 海伦 海伦还活着吗 还是我真的 用双手掐住他的喉咙 让他窒息 导致生命离他而去了 我穿过了餐厅的门 我看到了那张字条 在桌子上支着 然后 然后 漆黑一片 唯有黑暗 可是 毫无疑问 我杀了他 感谢上帝 格温尼在新西兰 一切都好 他们都是好人 因为梅根的缘故 他们会好好爱他 梅根 梅根 我是多么希望 你能在这里啊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不会闹出宠闻 这是对孩子 最好的办法 我不能继续下去了 不能年复一年的 继续下去了 我必须采取 最快的办法 关于这一切 格温尼永远不会知道 他永远不会知道 他的父亲 是一个杀人凶手 泪水模糊了 格温达的双眼 他向贾尔斯望过去 他就坐在他面前 却死死盯着 对面的一个角落 发现格温达在看他 贾尔斯有气无力地 摇了摇脑袋 同行的一位旅客 正在读晚报 报纸的背面 一个哗众取宠的标题 清晰地映入他们的眼帘 他生命中的 那个男人是谁 缓缓地 格温达点了点头 他低下头去看日记 有一个人 我知道 有一个人 第十一章 他生命中的 那个男人 一 马普尔小姐 穿过海滨广场 走在福尔街上 在商场边拐上了山道 那里有些老式商店 一家专营羊毛和工艺绣品的 一家卖糖果的 一家出售维多利亚式 女装和布料的 还有其他一些此类商铺 马普尔小姐 透过橱窗 往工艺绣品店里看 两个年轻店员 忙着接待顾客 而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人 却在后面闲着 马普尔小姐 推开门走进去 在柜台前坐下 那个很有亲和力的 灰头发女人问她 您要点什么夫人 马普尔小姐 要了点 只婴儿外套用的 天蓝色毛线 然后有一搭无一搭地 跟女店员聊着天 谈论着花样 马普尔小姐 翻了不少幼儿编织书 期间还聊了聊 她的几个侄孙和侄孙女 马普尔小姐表现得 一派从容 女店员也丝毫没有不耐烦 这位店员多年来 接待了很多 像马普尔小姐这样的顾客 比起那些毛毛躁躁 没耐心 又不讲礼仪的年轻妈妈 她更喜欢这些文雅 闲适 爱聊天的老太太 他们很懂自己 到底需要什么 而不会一心只盯着 肤浅漂亮的便宜货 是啊 马普尔小姐说 这个确实非常棒 而且换腿牌永远可靠 真正是从不缩水的 再帮我拿两盎司吧 女店员在打包毛线的时候 提了一句 今天的风特别冷 是啊 确实是 我从前边走过来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 第二毛丝的变化太大了 我得有 我想想 差不多十九年没来过这儿了 是吗 夫人 那你只能发现好多变化 那时候 堂皇大厦还没建起来吧 我说 南方风情酒店也没建起来吧 是啊 没有 那会儿 这里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地方 我当时住在朋友家里 圣凯瑟林别墅 你听说过吗 就在利汉普顿路那边 可惜这个店员 是十年前才来第二毛丝的 马普尔小姐向她道了线 拿上毛线 走进了隔壁的布店 她又选了一位岁数比较大的店员 马普尔小姐聊天的思路 与之前大同小异 这次打的幌子是买夏天穿的马甲 这位店员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你说的是分德逊夫人的房子 是啊 没错 不过我那位朋友 是连家具一起租的房子 哈利迪少小和他的妻子 还带着一个小女儿 哦 是的 夫人 他们住了大概一年 是啊 她是从印度回来的 他们家的厨娘厨艺很好 她还给我一份特别棒的 苹果布丁食谱 还有 我想想 哦 还有姜饼的食谱 我常想打听打听 她现在怎么样了 你说的是伊迪斯佩吉特吧 夫人 她还在第二毛司呢 现在 在 齐峰旅馆工作 哦 还有呢 费恩一家 是做律师的 我记得是律师 老费恩先生 好几年以前就过世了 小费恩先生 沃尔特费恩先生 跟他母亲住在一起 沃尔特费恩先生 一直没结婚 现在 已经是高级合伙人了 是吗 我听说 沃尔特费恩先生 早就去印度了 是去 种茶 还是什么的 我记得 他是去过 夫人 那会儿 他还年轻呢 不过 大概一两年以后 他就回来了 还进了 律师事务所工作 他们在这儿 干得很好 口碑相当不错 沃尔特费恩先生 是一位非常亲切 文静的绅士 大家都喜欢他 可不 那是当然 马普尔小姐大声说 他跟肯尼迪小姐 订了婚是吧 可是 他后来毁婚了 嫁给了 哈利迪少校 没错 夫人 他跑去印度 跟费恩先生完婚 不过 看来 他是改了主意 结果嫁给了 另一位绅士 店员的语气里 韦韦带上了点 非议之意 马普尔小姐 向店员靠了靠 压低了声音说 我一直为可怜的 哈利迪少校 我认识他母亲 和他的小女儿 感到非常遗憾 他的第二任妻子 丢下他 跟别人跑了 真是个轻浮的人 典型的水性洋花 他就是那么个人 可他哥哥 那个大夫 真是个好人 我膝盖的风湿病 就是他给治好的 他是跟谁跑的 我没听人说过 那就说不好了 夫人 有人说 是夏天来避暑的 一个游客 可我听说 哈利迪少校 整个人都垮了 他离开了 这个伤心地 我相信他的身体 全垮了 找你的零钱 夫人 马普尔小姐 拿上了店员 给他包好的东西 和递过来的找零 多谢你了 他说 你说 伊迪斯佩吉特 你觉得 他还有没有那份 挺棒的 姜饼食谱 他给我的那份 被我弄丢了 也许是被我那个 粗心的女仆给弄丢的 可我特别喜欢吃 做得好的姜饼 我觉得应该有 夫人 其实 他妹妹就住在隔壁 就是糖果店主 弗蒙德先生的妻子 伊迪斯不当职的时候 经常过来 我相信 蒙福德太太 会给他烧馅的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真是多谢了 我的荣幸夫人 马普尔小姐 从店里出来 到了大街上 挺不错的一个老式商店 他自言自语地念叨 马甲真是漂亮 卖得一点也不贵 马普尔小姐的裙子上 别了一枚淡蓝色 法郎彩的怀表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 还有五分钟 就该到活力猫咖啡厅 去见那两个年轻人了 但愿 他们在疗养院 没发现什么 太令人烦恼的事 二 活力猫咖啡厅里 加尔斯和格温达 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前 那个黑色的小本子 躺在桌上 马普尔小姐 从街上走进来 坐在他们身边 马普尔小姐 您来点什么 咖啡 好的 谢谢 不 蛋糕不用了 上一份烤饼和黄油 加尔斯点了单 格温达把小黑本 推到马普尔小姐面前 你得先看看这个 他说 然后我们才能说清楚 这是我父亲 他在疗养院里写的东西 哦 不过我们首先 得把彭罗斯一声的话 都给马普尔小姐说一说 加尔斯 加尔斯跟马普尔小姐 一一说了 于是 他翻开了那个小黑本 这时 女侍者端来了 三杯淡咖啡 一份烤饼 加黄油 一盘蛋糕 加尔斯和格温达 一言不发 默不作声地 看着马普尔小姐 翻开本子 终于他把本子合上 放下 脸上带着难以言喻的表情 格温达觉得 那表情里 隐含着愤怒 他的嘴唇 抿得紧紧的 双眼灼灼有光 在他这个年纪的人身上 这种表情 可不大常见 是的 真是这样 他说 是的 真是这样的 格温达开口道 你之前这么劝过我们 还记得吗 你让我们别再继续了 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了 可我们还是继续调查了 现在就查出了这样的结果 只是到了现在 看起来我们似乎该就此助手了 如果愿意的话 你觉得我们该助手吗 还是继续查下去 马普尔小姐 缓缓地摇了摇头 看起来既忧虑又迷茫 我不知道 他说 我是真的不知道 也许就此助手会比较好 会好得多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们所能做的 已经非常有限了 我是说 你们什么建设性的事 都做不成 你是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就什么线索都找不到了 加尔斯问道 哦 不是 马普尔小姐说 我压根就不是那个意思 十九年的时间 还没那么久 还有不少人 能记起当年的事 我们可以去询问他们 人还不少呢 比如当时的仆人 那时候至少有两个仆人 在那幢房子里做工 还有一个保姆 很可能还有花匠 找到这些人 跟他们聊一聊 做要花费的 也不过是一点时间 和一点精力而已 事实上 我已经找到了其中之一 那个厨娘 不 这些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 到了最后 你有什么有意的事 都做不成 我倾向于说 什么也做不成 不过 他顿了顿 还有一个 不过 我反应有点慢 一下子还想不透 可我有种感觉 这里有点什么 什么 看不见 摸不着的东西 值得为之冒险 甚至是 应该为之冒险 可我很难说明白 那究竟是什么 加尔斯张嘴说了句 在我看来 然后又顿住了 马普尔小姐 感激地转向他 神使们 他说 似乎都有能力 把事情梳理的条理分明 我肯定 你已经想出个结果了 我已经想明白了 加尔斯说 在我看来 只有两个结论 比较符合事实 一个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海伦哈利迪并没有死 尽管格温尼看到了 他躺在前厅地板上 他醒了过来 然后跟他的情人出走了 无论这个情人是谁 这个结论 与我们目前所知的事实 并不冲突 与凯尔文哈利迪根深蒂固地 相信自己杀了妻子 不冲突 与失踪的衣物和手提箱 以及肯尼迪医生 发现的字条 也不冲突 但这个推论 仍然无法解释某些问题 譬如为什么凯尔文坚信 他是在卧室中掐死妻子的 而且也无法解释那个 在我看来是最最棘手的难题 海伦哈利迪现在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认为再怎么样 海伦也不应该从此就音讯全无 先假设那两封信 的确是他亲笔写的 可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为什么再也不来信了 他和哥哥的感情非常深 而且显然 哥哥也是始终如一地 深深疼爱自己的妹妹 也许他对他的做法并不赞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会希望与他隔绝阴信 如果要我说 这一点显然已经使 肯尼迪本人非常担忧 也许会是这样 在当时 他完全相信了 他跟我们说的那个情况 他妹妹私奔了 而凯尔文则崩溃了 可他不会想到 此后竟然再也 接不到妹妹的书信 我想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的妹妹全无音讯 而凯尔文哈利迪 则始终坚信自己的幻觉 乃至最终自杀身亡 于是 一个可怕的怀疑 开始在他的脑海中蔓延 万一凯尔文说的是真的呢 要是海伦确确确实实是被害了呢 他再也没有直言片语传来 如果他死在了异国他乡 他能接到消息吗 我想 这就是为什么 他看到我们发的广告时 会那么急不可耐 他希望或多或少 得到一些他的消息 他身在何方 或者在做什么 我敢肯定 一个人消失得那么彻底 就像海伦那样 绝对是不合常理的 这件事本身就非常可疑 你说得不错 马普尔小姐说 可 另一个推论呢 利德先生 加尔斯一字一句地说道 另一个推论 我已经想明白了 他相当荒唐 你知道 甚至相当恐怖 因为这个推论要用 怎么说呢 一种恶意来揣测 是啊 葛温达说 就是恶意 甚至是 我想 是神志不太正常的情况 他的声音 有点颤抖 是有这样的迹象 我想 马普尔小姐说 你知道 有大量的 疑点 要比我们想到的 多得多 我能想到 其中的一部分 他满脸沉思的表情 你知道 没有任何正常理智的解释了 加尔斯说 我现在要说的 这个荒唐的假设 即 凯尔文 哈利迪 并没有杀妻 却相信自己 确实杀了他 彭罗斯医生 作为一个正派人 显然愿意相信这一点 他对哈利迪的 第一印象是 这个男人杀害了自己妻子 并打算向警方 投案自首 后来 他接受了 肯尼迪的证言 不得不相信 事实并非如此 于是 他只能认定哈利迪 患有某种情结 或固结 还是什么其他的术语 可是他其实并不 情愿下这个诊断 他对于这类病例 有大量经验 而哈利迪的情况 并不相符 然而 在更深入地了解了 哈利迪以后 他开始真心相信 哈利迪并不是那种 会在暴怒的情况下 掐死女人的人 所以 尽管他尚有疑虑 但仍然接受了情结 一说 而这意味着 只有一个结论 能符合以上情况 哈利迪之所以会相信 自己杀死了妻子 是受到了某个人的诱导 简而言之 我们推导出了那位X 对于诸种事实 进行了反复梳理以后 我得说 这样的假设 至少是有可能的 根据哈利迪自己的叙述 当天晚上 他走进房子 来到餐厅 像平常一样 喝了一杯 然后走进了 隔壁的房间 在桌子上 看到了一张字条 之后 就暂时失去了知觉 加尔斯停了一下 马普尔小姐点点头 表示赞同 他继续说道 如果说 他并不是暂时失去知觉 那纯粹是麻醉剂导致的 下在威士忌里的 高浓度麻醉剂 下面会发生什么 就很明白了 不是吗 此时 那个X 早已在前厅掐死了海伦 随后又把他弄到楼上 丢在床上 巧妙地布置成情杀的样子 凯尔文苏醒过来以后 弄明白了自己身在何处 于是 这个可怜的家伙 也许本就已经因为海伦 而度火中烧 一下子就相信了 是自己干了这一切 下面他会做什么呢 他去找了他的大舅子 住在镇子的另一端 而且是步行去的 这就给了X时间 来准备下一步的布置 打包并弄走手提箱 同时移走尸体 不过 尸体究竟是怎样处理掉的 加尔斯为难地说 我一点也想不明白 别这么说 利德先生 马普尔小姐说 我看这个问题 并没有那么困难 请你接着说 他生命中的那个男人是谁 加尔斯引用道 乘火车回来时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这么一句话 他引起了我的怀疑 因为这是真正的关键问题 不是吗 如果正如我们相信的那样 确实有这么一个X 关于他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就是他一定是为他痴狂 毫不夸张地为他痴狂 而且恨我父亲入骨 葛温达说 想折磨他 所以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难题 加尔斯说 我们都知道 海伦是那种 他犹豫了一下 离不开男人的女人 葛温达补上了后半句 马普尔小姐突然抬起头来 欲言又止 而且她长得很美 可是除了她的丈夫 我们没有掌握任何线索 说明她的身边还有别的男人 也许确实有吧 马普尔小姐摇了摇头 不一定 她那么青春年少 你知道 可是你说的并不十分准确 李德先生 关于你所说的 她生命中的男人 我们的确知道点什么 有一个男人 她曾经为了和他结婚而出国 啊 对啊 那个律师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沃尔特费恩 马普尔小姐说 没错 可是她不算数呀 她那时候 不是在马来西亚 还是印度之类的地方吗 她那时候还在吗 她可没有留在那里做茶农 你知道 马普尔小姐说 她回来了 进了律师事务所 现在还成了高级合伙人 葛温达惊呼 说不定 她是跟着她回来的 有可能 我们还不知道 加尔斯看着老太太 满脸好奇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马普尔小姐 略带歉意地微笑着说 我一向有点爱闲聊 买东西的时候 等公交车的时候 大家不都认为老太太们 都是喜欢打听事的吗 可以从中打听到 不少本地新闻 沃尔特费恩 加尔斯思寸着说 海伦毁婚 可能会引起 她的强烈怨愤 她后来结婚了吗 没有 马普尔小姐说 她和她母亲住在一起 我周末会去她家喝茶 据我们所知 还有其他人 葛温达突然说道 还记得吗 肯尼迪医生说过 她离开学校的时候 跟谁订过婚 还是有过瓜葛 是个不良青年 我不明白为什么说 那是个不良青年 那就是有两个人 加尔斯说 他们中的某一个 也许心怀不满 也许有些忧郁 说不定第一个年轻人 有点让人不满意的 精神病史 肯尼迪医生肯定知道 葛温达说 不过不好开口问她 我是说 我对于这位继母 几乎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要是我去询问 她早年的事迹 是相当合情理的 可我要是想问 她早年的风流运势 就得拿出点 合理的解释了 对于一位 我都不怎么认识的继母来说 这种兴趣好像过分了 很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查到 马普尔小姐说 没错 我想 只要肯付出时间和耐心 就一定能搜集到 我们需要的消息 不管怎么说 我们已经发现了 两种可能性 贾尔斯说 我们也许 我想 还能推导出第三种假设 马普尔小姐说 当然了 这只是一种 纯粹的假设 但是 随着事情的变化 我想 是可以得到证实的 格文达 和贾尔斯看着她 略微有点惊讶 这只是一种推论 马普尔小姐 有点脸红 海伦肯尼迪 去印度 是要和年轻的费恩结婚 应当说 她并没有爱她爱得 如醉如狂 但一定是喜欢她的 并且准备和她长相厮守 可是 她一到了目的地 就撕毁婚约 还给哥哥拍电报 让她寄去回家的路费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 她改主意了 贾尔斯说 马普尔小姐和格文达 不约而同地看着她 表情有点无奈 当然是她改主意了 格文达说 我们都明白 马普尔小姐的意思是 她为什么改主意呢 女孩子的想法 不都总是变来变去的吗 贾尔斯茫然地问 那得是在某种条件下 马普尔小姐说 她的话里亦有所指 上了年纪的夫人们 总是有办法 不用说什么 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是她做了什么事 贾尔斯 含含糊糊糊地说 这是格文达突然插话 当然 她说 是另一个男人 她和马普尔小姐 对视一眼 各自都已经心知肚明 而这种默契 是男人们无法理解的 格文达特别 有把握地补充说 在船上 出国的船上 大概吧 马普尔小姐说 月光下的甲板上 格文达说 全是那种事 只是 他们肯定是真心的 而不是普通的条条情 是啊 马普尔小姐说 我想 他们是真心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不嫁给 那个小伙子呢 贾尔斯质疑道 也许 他并不是真的在意他 格文达缓缓地说 随即又摇了摇头 不 我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他还是会去嫁给 沃尔特费恩 哦 当然了 我真是个傻子 他是个有父之夫 他看着马普尔小姐 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 准确地说 马普尔小姐说 这就是我要重新描述的那种可能性 他们坠入爱河 很可能爱得不顾一切 可是 如果他是个已婚男人 也许还有了孩子 而且很可能是个相当有社会地位的人 哦 那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可是 他没法再去跟沃尔特费恩结婚了 格文达说 所以他就给哥哥拍了电报 返程回家 是的 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之后 在返程的船上 他邂逅了我的父亲 他停住了 仔细想了想 也不是多么狂热的恋爱 他说 但他们互相吸引 而且还有我在 他们各自都有满腹心事 于是相互安慰 我父亲把我母亲的事跟他说了 也许他也跟他说了那个人的事 是啊 当然 他轻柔地抚摸着日记本 我知道有一个人 在船上的时候 他都跟我说了 他爱着一个人 却不能结婚 是的 就是这样 海伦和我父亲同病相连 惺惺相惜 还有我需要照顾 他觉得 他能给他幸福 甚至 他可能会认为 他自己最后也能获得幸福 他说完了 使劲冲马普尔小姐点头 高兴地说 就是这样 加尔斯看起来有点恼火 真的 格温达 这些都是你瞎编的 还假装真的发生过 就是这么回事 事情肯定就是这样的 而且这样 我们又有了第三个X 你是指 那个有父之父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也许他根本不是什么好人 也许有点精神不正常 有可能 他跟踪他 来到了这里 你刚才还说 他是要去印度的 哎呀 那他还不能从印度回来吗 沃尔特费恩就回来了 去了还不到一年 我也没说这个男人确实回来了 但我认为他是一种可能性 你反复念叨他生命中的那个男人是谁 这样一来 我们已经有三个了 沃尔特费恩 某个人 某个不知名的年轻男人 还有一个已婚男人 反正有这么一个我们不知道是谁的人 贾尔斯总结道 我们会弄明白的 贾尔特费恩 格文达说 是吧 马普尔小姐 付出点时间和耐心 马普尔小姐说 我们就能查到很多东西 我先来贡献点信息 我今天跟一个布店售货员聊了一会儿 特别幸运地得到了一个消息 我们想找的那个伊迪斯佩吉特 就是曾经在圣凯瑟林别墅做厨娘的那个人 还住在蒂尔茅斯 这里一家糖果店的店主娶了他妹妹 我觉着要是你想去看看他 格文达应该是件挺正常的事 他大概能告诉我们不少情况 太棒了 格文达说 我又有了个新想法 他补充道 我要立一份新遗嘱 别这么严肃 加尔斯 我还是会把钱都留给你的 不过 我要请沃尔特费恩来帮我立这份遗嘱 格文达 加尔斯说 当心点 立遗嘱 格文达说 再正常不过了 我想出来的这个接近他的办法实在不错 不管怎么说 我要去见见他 我要去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我认为可能的话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觉得有点惊讶 加尔斯说 我们发了广告以后 居然没有其他人来回应 比如这个 伊迪斯 佩吉特 马普尔小姐 摇了摇头 在乡下 面对这种事 人们得考虑很长时间 他说 他们疑心病很重 会反反复复地考虑 第十二章 莉莉金伯尔 莉莉金伯尔在厨房的桌子上 铺开两张旧报纸 准备把正在锅里 嘶嘶作响的炸薯条 捞出来立竿 他嘴里慌腔走板地 哼着一支流行歌曲 拱着身子 随意地扫着 铺在面前的报纸 突然 他的哼唱停住了 大叫了一声 吉姆 吉姆 听着听着 听见了吗 吉姆金伯尔 是个上了岁数的男人 有些沉默寡言 此时正在洗涤槽前洗着脸 用他最爱用的单音节词 回答妻子 啊 吉姆金伯尔说 报上有一条消息 如果认识海伦 施鹏洛夫哈利迪 娘家姓肯尼迪 请联系德赫哈迪公司 南安普顿街 我看这说的 可能是我在圣凯撒林别墅 伺候过的那个哈利迪夫人 他们租的是 芬德逊夫人的房子 她和她丈夫 她的名字就是海伦 没错 而且 她是肯尼迪医生的妹妹 她老跟我说 我的扁条线应该摘除 金伯尔太太安静下来 动作娴熟地 把炸好的薯条摆好 积木金伯尔一边擦脸 一边对着卷起来的手筋哼哼 当然了 这是一张旧报纸 金伯尔太太又开始说话 她找了一下日期 大概是一周或更久之前的 好奇吧 这是怎么回事 你说 会不会有什么游水啊 吉伯尔 金伯尔先生 意味不明地说 呃 兴许 与遗嘱之类的东西有关 他的妻子琢磨着 时间太久了 呃 得有十八年 或者更久了 我不该怀疑吗 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些事给翻出来 你说 这广告 不可能是警察发的吧 吉伯 那又怎么样 吉伯金伯尔问 哦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金伯尔太太 神秘兮兮地说 那时候我跟你说过 我说过的 就在咱们辞工的时候 搞得好像 他是和情人私奔了 那些做丈夫的 当他们要谋杀自己的老婆的时候 往往会那么说 其实 这就是谋杀案 我跟你就是这么说的 跟伊迪也是这么说的 可伊迪说什么也不信 他从来都没有想象力 伊迪就没有那些玩意儿 那些衣服 他以为是被哈利迪夫人随身带走了 哼 那可不是 要是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 失踪的 有一个手提箱和一只手提袋 还有足够装满他们的衣物 不过 不是这么回事 我跟伊迪说 照这么说 先生把他给杀了 弄到地下室里 不过 其实不是地下室 因为莱昂尼 那个瑞士保姆 他看到了什么 就在窗外 他跟我一起去电影院了 真的 本来他不应该离开儿童房 可我得说 那孩子从来不会半夜醒过来 就像金子一样可爱 晚上总待在床上 太太晚上从来不去儿童房 我说 要是你跟我一块溜出去 谁也不会知道 他就跟我一块去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 到处都乱哄哄的 医生来了 先生病倒了 在更衣室里睡着 医生在照料他 还找我问了医父的事 这时候 一切看起来都还好 我想 他成功地跟着他爱的 那个男人私奔了 那男人也结过婚 伊迪说 他真心希望我们 谁也不要离婚 还为这事祈祷 那人叫什么名字 我记不起来了 首字母是M 也许是R 上帝保佑 人们的记忆力 总是会衰退的 金博尔先生 洗完了脸 走了进来 根本就不搭他的话茬 只是问他的晚餐 准备好了没有 我正要给炸薯条例油 稍等 我再去拿一张报纸 最好把这张收好了 这不像是警察发的 都隔了那么久了 没准 是律师发的 而且有油水呢 这上面没写必有众筹之类的 不过都一样 要是知道 能找谁问问就好了 这上面说 可以给在伦敦的 某个地址写信 可我不知道 我应不应该 做这样的事 对于伦敦的很多人 这不是 你怎么看吉姆 金博尔先生随口应着 饿狼似的盯着鱼和炸薯条 于是 他们的讨论被搁置了 第十三章 沃尔特费恩 一 一张宽大的桃花心木办公桌 这一边坐着格温达 那一边坐着的 便是沃尔特费恩 格温达打量着对方 眼前是一位面色倦怠的男士 五十岁上下 相貌平凡 气质 却一派温文尔雅 格温达心想 他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望的男人 若是偶然遇见一次 很难再回忆起他的模样 用时髦点的话说 他太没个性了 他开口说话时 嗓音轻缓 悦耳动听 带着那么点神圣的味道 他很有可能 格温达在心里下了断雨 是个可信的律师 他偷眼环顾了这间办公室 这可是间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办公室 格温达觉得 他和沃尔特费恩很相衬 纯粹的旧式风格 家具以前老旧 但都是用结实坚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木料打的 靠墙摆放着不少器具文书的文件箱 上面一一标着本郡颇有名望的人士的姓名 约翰·瓦瓦苏特伦奇爵士 杰瑟普女士 已故的阿瑟·福克斯先生 大矿格窗子上的玻璃积了不少灰 窗户外面是个方正的后院 披临着一座十七世纪建造的排屋的坚固围墙 没有一样东西成得上漂亮或者时髦 但也没有一样东西俗气邋遢 表面上看来这间办公室一点也不整齐 文件箱堆的到处都是 桌上的东西乱七八糟 法律书籍在书架上摆得歪歪斜斜 但她的主人在拿东西的时候 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把手往哪伸